她是北京大学的博士后 却在移民美国后整整消失了20年 哪怕母亲临终前想见一面都不愿意 这名老母亲名叫郭乔迪 如今他身患重病奄奄一息 家里所有的亲戚都来了 却唯独不见他最小的儿子王永强 在父亲的描述中 王永强不仅从小懂事 还靠着自己的奴隶考上了北大的博士后 然而就是一个这么优秀的人 出国后竟然瞬间就和家里断掉了联系 20多年来 王永强不仅没给家里拿过一分钱 如今就连母亲病重也不肯回来 这才逼得重病的老母亲不得不出来寻亲 新闻一出 所有人都弄骂这名博士是个汪恩负义的不孝子 媒体也联系上了王永强本人 如今的王永强在美国硅谷当工城市 年薪数十万的他是个妥妥的美国中产 记者问他什么时候回去 王永强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清官难断家无事 随后便切断了联系 王永强的做法瞬间引起了舆论风暴 王永们很快就把他的履历扒了个地朝天 可看完他的人生经历 所有人反而理解了王永强 1969年 王永强出生于江苏的一个小村子里 他的哥哥因为小儿麻痹正窩床不起 姐姐很早就辍学打工了 父母穷的只能靠卖老鼠药为生 所以他们生下王永强 就是希望他能早点扛起养家的责任 长大后 王永强每天除了要照顾生病的哥哥 还要帮家里干很多弄货 可即便学习的时间很有限 王永强每次考试却都能名列前茅 并且他也从不探完 只要有空就会看书 儿子学习成绩后 做父母的本来应该感到欣慰 可王永强的父母却不这么认为 毕竟在那段时期 读书真不如早点出去打工实在 盯着父母的刁难 王永强硬是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 村民们都来恭喜王家出了村里第一个高中生 这也使得父母怕被人指指点点 没好意思让儿子辍学 但高中三年 父母也基本没给过王永强多少生活费 为了节省路费 王永强每星期只能不嫌20公里去学校 每天更是以馒头咸菜作为口粮 不过尽管生活艰苦 王永强的成绩却并未受到影响 反而更加坚定了他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想法 他是北京大学的博士后 却在移民美国后整整消失了20年 哪怕母亲临终前想见一面都不愿意 可看完他的人生经历 所有人反而理解了王永强 1987年 王永强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苏州大学 80年代的大学生可太稀罕了 村民们纷纷登门祝贺 可看着儿子的录取通知书 王永强的父母只有愤怒 比起上大学 他们更希望王永强出去打工挣钱 毕竟他的哥哥需要照顾 家里也没有人能赚钱了 王永强当然知道父母的心思 于是表示自己上大学后不仅不用家里积学费 还会把每月4块钱的贫困生补贴全都寄回家里 看到王永强愿意给钱 父母这才松了口 本科期间 王永强果然如月把所有的不诛金都寄回了家里 自己不仅靠着奖学金和打零工上完了大学 还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 生活补贴也涨到了每月72月 考虑到自己还要结婚生子 王永强将这笔钱留下了一半 可惜天下没有不透风的钱 得知儿子竟敢私下里攒钱 王永强的父母当即就怒气重重地跑到了苏州 当着全校人的面赤子儿子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父母的这一闹 不仅使得王永强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 也让他第一次产生了逃离这个家庭的想法 为了避免自己成为父母的提款机 王永强更加疯狂地努力学习 并先后考上了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博士和北京大学的博士后 得知王永强去首都念书了 原先从不登门的亲戚也差点把王家的门槛给他了 他们纷纷要求王永强帮忙介绍孩子到北京读大学 或者帮忙安排份工作 王永强解释博士后只是个学历 并不是什么领导 然而一点用也没有 父母只觉得儿子连这么点小事也不愿意帮忙 实在让他们很没有面子 不过 还好有一段恋情冲淡了王永强的烦恼 他与中科院一位教授的女儿相爱 女方也并不嫌弃他的出身 两人很快敲定了婚期 可父母的贪婪 最终还是毁掉了这门婚事 他是北京大学的博士后 却在移民美国后整整消失了20年 哪怕母亲临终前想见一面都不愿意 可看完他的人生经历 所有人反而理解了王永强 1999年 王永强鼓足勇气和教授的女儿在北京举行了婚礼 谁知父母不仅不出一分钱 还世子大开口要一千块钱的路费 王永强耐心地解释自己的积蓄都已经筹备婚礼了 现在是真的没钱 况且女房家庭连财礼也没要 他真心希望父母哪怕借钱也能先赶过来 可最终父母还是没来 只有舅舅参加了王永强的婚礼 生活不如正规后 王永强就计划和妻子到日本去工作 当时的他想着只要自己跑得远点 和父母的矛盾就可以掩盖 可家人的贪婪再一次震惊了王永强 得这儿子要飞黄腾达 他们也要求一起去日本享情 最好还能给他换的哥哥找个日本女朋友 看着满不讲理的父母 王永强只能承诺两年内拿出20万来给家里盖套房子 到了日本后 王永强本以为能过得清静些 谁知父母要钱的电话反而愈加频繁 原因很简单 他们怕王永强离得太远 把家里这档子是给忘了 起初 王永强的妻子还不介意每个月给公公婆婆省货费 可他也很快发现 公婆的贪欲就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夫妻二人的关系也很快渐行渐远 最终 妻子因为受不了公婆无休无止的压榨 用一纸离婚协议结束了这段婚姻 离婚后 王永强就瞒着父母注销了自己中国公民的身份 在师兄的介绍下到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 时间一长 收不到儿子汇款的老两口也慌了 他们先是找到北京大学去询问儿子的下落 又不止一次的去王永强前妻家里骚扰 甚至要求他们赔钱 这也导致前妻一家不得不用搬家来躲避 但二十年来 王永强始终没有出现 一直到了2019年 王永强的母亲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老两口试图借助媒体的力量找到儿子 想一次逼他来见母亲最后一面 但即便面对王友的质疑 王永强也只是冷冷地回复了七个字 清官难断家务时 王永强之所以会如此冷漠 大概都源于他在最想要奋力向上的时候 父母却总是使劲地把儿子往下拽拔 作为旁观者 我们能感受到他父母的可怜 却也能感受到王永强的不幸 一个人经历了如此折磨 除了逃离又能如何呢